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看 第一 汁阴润燥 秋天天气干燥 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的情况 桃子含有较多的水分 能够很好的缓解这种情况 吃上几个桃子 就像是给身体补充了水分 整个人都感觉清爽多了 第二 抗氧化防衰老 桃子里面含有多种抗氧化物质 比如类黄铜 花青树等 这些成分能够帮助清除体内的自由基 延缓衰老过程 让你看起来更年轻 更有活力 相当于天然的不老单 第三 补血养颜 桃子还含有铁字 这对于缺铁性贫血的人来说 是个好消息 长吃桃子有助于补血 让你脸色红润 气色更好 而且 铁字对于女性朋友们来说尤为重要 能帮助改善面色苍白的问题 第四 控制体重 桃子的热量相对较低 但饱腹感却很强 吃上一两个桃子 就能满足你的口腹之欲 同时还能帮助控制体重 避免摄入过多的热量 这对于想要减肥的朋友来说 真是个不错的选择 第五 强化心脏 桃子中的甲元素含量丰富 能够帮助维持心脏的正常功能 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 吃桃子能够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当然了 高血压患者还需要听从医生的专业指导 夏末秋初这段时间 吃桃子的好处多多 那桃子除了直接吃 还有哪些吃法呢 和李医师来看看吧 第一个推荐 桃子银耳羹 滋阴润肺 秋天天气干燥 这时候来一碗桃子银耳羹 既能润肺止咳又能美容养颜 做法 取新鲜桃子去皮切块 银耳提前泡发 然后一起炖煮 加点冰糖调味 炖到银耳软糯 桃子熟透就可以了 这道桃子银耳根润肺养颜 特别适合秋天喝 第二个推荐 紫苏桃桃饮 清热解毒 夏天刚过去 暑气未消 这时候喝一杯紫苏桃桃饮 能够清热解毒 还能滋润喉咙 做法 紫苏叶洗净后 用纯净水200毫升煮15分钟 过滤掉紫苏叶 接着加入柠檬汁搅拌 变为粉红色 再加入蜂蜜 最后把桃子肉捣碎 倒入100毫升绿茶 最后倒入煮好的紫苏水即可 这杯饮料既能开胃解渴 又能消暑宝剑 好了 朋友们 希望大家给视频点点小红心 并把视频分享给亲朋好友 我们明天见 感谢大家的支持 这次 ơ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